那我今天就来问大家导读这个 《融入景观与自然环境之呼望工法开发》的文献 那原文的连结还有一本的连结都在画面的左下角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点阅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献它主要的出处 它主要是一个叫做自然共生研究中心 这是翻译的啦 我不知道准不准确 我去网路上查了一下 它主要就是在做一个土木工程 还有河川治理的一个研究的单位 那它里面基本上会针对这些像气候变迁啊 那可能有洪灾啊等等的 他们去想办法去做一些工程上的施工的方法 那也在施工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这个像生物多样性啊 环法啊生态工法等等的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研究中心 那它的第一作者是宣长右衣 那它的专长是防载设计还有生态工法 那我也去试着搜寻了一下我们看台湾有没有类似的相关的研究单位 那我找到的一个是叫做台湾生态工法研究中心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心 基本上它比较多的是参与一些生态的活动 那它虽然说有生态工法 但是我在它的像脸书啦 还是他们网站上找不太到他们有关于这些设计啊工程相关的资料 所以台湾的像日本这一方面这种研究的中心可能还是有点缺乏 那这篇文献它主要有分成三个重点 那首先它第一个是讲它的研究目标 那这个文献主要的研究目标它是要在开发还有推广 能够融入周边环境还有自然景观的这个户案的工法 那它也提出了一些评估的方式 那再来呢它会讲它分析了一些这些户案主要的影响因素 譬如说影响像美观啊或者是生态方面 它提出了一些因素 那这些因素有一些是混凝土块本身的因素 那有一些是混凝土块以外的因素 那本身就像是这个材质啊等等的 那以外的就像是这个堆叠的方式啊 形状啊等等接缝这些都是它在探讨的一些因素 那它也针对第三就是它针对的这些因素 它提出了一套的这个类似像生态的这个评估的办法 那它里面包括一些像明度啦 质地啦这种视觉系的 那还有形式啊单位大小图案啊 那甚至还它后面还有一些 真的你如果要在上面做一些直升等等的 它都有做一些研究 那我们首先就是想到我们呼按的这个形式还有大小 那呼按基本上它这边我看它 很多都是在介绍这个预注混凝土块啊 那它这边它有先针对它们的评价比较低的设计 它有提出一些种类 也提出一些它的分级 那主要呢 它觉得交错图案而且看起来有孔隙 就是或者是孔隙突出的成品评价比较低 也就是你的这个护案如果孔隙变得很大 一般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 哎你孔隙大排水什么才会好 但是日本人他们可能比较喜欢 可能民族性的关系 他们觉得孔隙太大 那太明显 会觉得是人工的 那他觉得人工的这种感觉就是不好 就不好 那反而是像这种 看起来孔隙不是很明显的 他们才觉得还算不错 所以但是这个外观就比较主观 有他们自己主观的意识在 所以他们是觉得这个孔隙比较明显的 评价是比较低的 那再来针对这个大小呢 他有提出一个他们也是研究之后的一个角度 就是这个视角 是2度到0.15度的大小较为适当 如果超过2度 你远远这样看过去超过2度 视角超过2度 就会觉得这整个固案太大了 那小于0.15 就是太小没有办法辨识 所以他觉得比较刚好的角度 是在2度到0.15度这个大小较为适当 这是视角 再来他针对玉柱混凝土块的图案 他也有一些他们的分析 那基本上玉柱混凝土块 他上面有两种接缝 一种叫做图案接缝 那图案接缝在他的定义就是 混凝土块他本身上面给他的花纹 那个花纹叫做图案接缝 那再来一种叫做结构接缝 所谓结构接缝就是 不同的玉柱混凝土块之间 他们叠合的这个纹路 叠合了这个接缝 他叫做这个结构接缝 他个人是比较不推荐 这个研究是比较不推荐 就是太过人工化 而且刺眼的产品 因为他就是希望你要生态 要融入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基本上 就是不会太整齐的东西 所以他不希望有太人工 然后太刺眼的产品 那他针对这个刺眼 他有这边后面有一个注视 就是图案的接缝跟结构的接缝 差太多的 他觉得不喜欢 他觉得不喜欢 可能他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这个上面这个图案接缝 跟他的这个结构接缝 看起来就差得比较多 可能就是他比较不推荐的类型 那如果他如果结构接缝 是防防阵阵的 他希望图案接缝最好也是 朝向比较规则 防阵的防治来处理 这个这是他的结论 那再来植物生长条件的分析 他有分出几个重点 第一个首先是土壤的湿度要大于五度 大于五度植物的生存结果会比较好 再来植物的选择上他首先就是排除了蕨类 因为蕨类是难以繁殖 在他的实验中蕨类难以繁殖 大概都死翘翘比较多 所以而且一般户案他就是在盖在西边的话 很常常就是太阳直射 因为溪流边你说除非是那种比较茂密 那种森林里面的溪流 遮阴才比较多 不然一般的话那个溪流旁边都是比较没有大型的植物 那没有大型植物遮阴少他就说那像这种地方就要实施这个防干燥的对策 那所谓的防干燥对策就是他也提出一个比较简单就是提高直升的这个土壤厚度 那当然土壤厚度提升他的保湿保水度就会增加 但是也要看看你的附案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条件去增加他的这个土层的厚度 那再来就是泼灭的选择 他首先就是说这个制造午后阳光直射 温度上升那这样也会导致你的直升失败 那主要就是像我们在南半球的话 像我们在北半球的话基本上就是面西跟面南这两边就是会午后太阳直射的 那他是比较不建议在这个上面这个坡面的这个上面种植物 因为生长的结果也会不好 不然你就是要有种一些我刚刚这边忘记提到 他可能叫种一些耐旱的植物 那但是有的耐旱的外来种他可能会形成优势物种 那优势物种他就可能会排挤到原生种的一些生存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像我们这边台湾很多一些说有种种的局 然后是外来种然后一种下去就整个到处都散了都是这样子 现在要弄弄不掉这样子 所以他是在说这个你如果要在户外要引进这些干旱外来种 有可能会有这种景色要注意 焦局 对对对焦局 然后再来就是混零土块的试用还有注意的事项 首先他有去研究 植批率高达70%的时候 看起来会比较容易融入这个户暗周边的景观 也就是你那边的直升长得好的时候大概植批率高达7成以上 就会看起来你的户外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突兀 没有那么的人工 看起来就比较融入自然环境 那他这边又说如果你的孔系比较不明显的 就是他前面讲的他们日本人比较不喜欢洞很大的啦 孔系很明显的那种 如果是那种混零土呢 植批率只是要60%就可以 就可以看起来比较融入自然的环境 那再来就是填充材料的选择 他填充材料选择他这边就是建议 你应该要避免只使用出力竞较大的这个材料作为填充材 应该要粗细混合使用 因为你光是粗的填充材回去的时候 它里面保水兔不加你的直升痕都种不起来 所以要适时的加一些沙拉什么的进去 那再来就是中空的混零土块 中空型的混零土块 他要使用要注意什么 就是你使用这些玉珠混零土块的时候 应该要避免填充材料的细颗粒成分被洗出来 因为它中空嘛 所以它里面要可以填的东西多 但是它的这些中空的预入肯零土块 有很有可能雨水冲刷河水冲刷的时候 里面这些细砂什么的就会被淘汰出来 那导致它里面到最后还是空的 所以它说这部分你是可能要注意 你可能要夹一些类似像滤网什么的 把它挡住 让那个沙子细粒掉不要那么容易被洗出来 那它这边右边就有做这个 它的这个分析 它有去调查 像施工年数 就是施工时间越久 这边可以看一到四年 到九年 还有十年以上 那这个蓝色红色绿色分别 蓝色是代表直批率小于30 那这个红色是直批率小于70 大于30 那这个绿色是直批只剩2好 就大于70 那可以看到就是时间越久 它的直批覆盖率就越高 那这很正常 因为自然环境它会渐渐的 就是植物就会渐渐的长出来 施工完之后本来就是时间久了 这些植物就渐渐的长回去 所以这个研究 第一个调查是很正常的 那再来就是 它有去用这个 河床材料里面 河床里面材料 如果是什么很多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 不会直升负率 直升就不会好 首先是 如果都是很多岩石的 再来就是历史的 再来就是历史跟沙的 再来是沙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都是这个河床材料里面 沙占大多数的 基本上它的直升负率都比较好 再来就是河床的这个 覆蓋率好像就比較好一點 這是它的調查 再來就是 不按岸邊構造的直批率分布的比例 基本上 如果都是水 都是水的話 它的直批率也沒有比較好 因為都是水嘛 水不會漲似乎出來 再來如果是有水又有沙洲的 都是水的感覺 水量有豐沛 整個河床上面都是水沒有什麼沙洲 再來就是水又有沙洲 這種直升就稍微再多一點點 那如果就是沙洲佔比較大多數的 水不多的 那這個直升率又更好 這也是很正常 因為 植物本來就不會長在水的上面 除非你是水草 但是那個長在水裡面也看不出來 所以它調查這三種 再來就是護岸的公法的展示還有推廣 那基本上它 A區這邊是傳統還有改良的護岸 它是並排展示的 那 B區這邊就是都是改良護岸 它做了幾種樣子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 它覺得好跟覺得不好 眼睛看得出來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看不出來 呵呵 所以 所以 其實它前面在講 它的 孔系很突出的 他們 日本人比較不愛 所以這個 就是 真的 只是以他們的標準來覺得是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到台灣來 我們自己定一套標準應該也 所以 只要你去 因為它都有弄過一些什麼 街頭採訪啊 什麼之類的 它有去調查 一些 做一些 田野調查 所以它大概知道 日本人喜歡的是什麼 它只是把它列出來而已 但是這個調查到台灣來 不一定 是一樣的 那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它就把它分成A區跟B區 兩個地方 讓大家去比較說 它調查出來 覺得好的跟不好的 列在一起 那B區全部都是 改良過的 列在一起 那大家看起來覺得怎麼樣 那現場也都有立這個 解說牌 每一個 每一個戶案 它都有立解說牌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 它做的是什麼 什麼樣子的 這個生態的戶案 好 那接下來就是講結論 那主要這個 研究呢 它是針對混凝土塊的這個明度 然後表面的質地 還有這個混凝土塊的形式 還有它的大小 還有圖案等等 它去做一個評估 那它在明度這邊的測量 它基本上它明度的測量 我前面有講到明度 前面明度好像有漏掉 它明度這邊測量 它基本上它是 我這邊補充一下 它採用的方式是 它是用那個什麼 三個原色 那三個原色它會去 因為它會去轉換 它會可能用一個 它們的軟體還是什麼去轉換 成那個RGB那種的 那種標準 那它就每張每個那個 混凝土塊它就去照相 然後去把它轉換成它們的那個 那個明度的標準 然後它有定出一個標準來說 明度超過6的就是太明亮了 太明亮就代表太人工的 那明度小於6的它覺得是比較好的 它有定出一個這樣子的標準 那那張警報我好像漏掉了 那再來就是 直升的條件 基本上就是土壤濕度要5% 這個圖案的面相 還有它的填充材料的大小內容等等 這些你都要注意 那它這個研究它也有去現場使作了一些 完成改良混凝土塊的展示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 我為大家帶來的這個文獻的導讀 以上